上一周的話我們主要是講到那個 第四個單元裡面的這個叫做 奇交所的外幣歷史資料下載 那其實我們主要分成兩個 兩個階段來做這個資料的下載 就是爬蟲部分 那第一階段的話 抓的是CSV檔 那上個禮拜是再進一步用那個 爬蟲的方式再去抓 那爬的方式就是用Post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大概demo一下 其實上個禮拜大概做出來結果類似長這樣 CSV這個比較簡單 因為他其實抓但是他缺點是什麼 他抓到歷史資料比較少 Ctrl向下 他只有抓到那個就是 兩個月的資料 11跟12月的資料 那Post的話就是可以 你可以去制定說你到底要的那個區間是多少 所以呢抓的方式其實主要是利用那個 就是大樂透的歷史資料下載 的那個程式去做修改的 那改的地方 我大概上一次上課主要是 跟各位說明一下 改大概改第一個當然就改他的網址 OK那個網址 第二個的話呢 去找到他背後的參數 他其實兩個參數 一個參數叫 Querie Start Date 就這一 所以你如果要設定那個查詢的範圍的話 你可以直接從這邊去下條件 然後End 第二個條件是這個 Querie End Day 就這個 當然你這個日期其實是可以調整的 也就是說如果你區間想要設大一點 比如說你希望 三年的資料的話 那其實這邊可以把改成20 3年的話 2019 1月到 2021的 12月31 然後另外的話有個地方 可能要改 因為那個Table Web Table 就是 他網頁上面的那個表格 他是排在第3個 那我是用那個 Ctrl加F 去尋找 找到他是第3個表格 然後就可以把資料下載下來 OK 所以 上次上課的話主要是 講這個 然後把它下載 那 這個部分的話呢 其實下載狀況 倒也還好 你會發現很快就把資料給下載下來 整個1月份有沒有 Ctrl向下 到12月28號 我沒改 OK 那後面有 10個欄位 那如果10個欄位 我希望繪製10個 折線圖的話 當然我們前面是講的 那一樣 就是先畫那個 美元 再畫人民幣 不過之前的美元 我們第一次練習的時候是畫那個 寬度是50 500 OK 然後來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縮短 變成250 那也就是說 我希望 不用那麼寬 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 所以 我們其實就可以分析 那個美元 然後再人民幣 那底下的話也許歐元 然後再什麼 也許日元等等的 然後我希望呢 可以把它變成本來是 縱向的 一欄 從頭到尾 然後呢 現在改成什麼 左右各 這個是1 這個是2 然後34 56 一之類推 變成 左右各 各一欄 一欄 橫向的是一欄 一欄裡面有兩欄 那我應該怎麼做 其實上一次上課主要 就是把 這個 有點像是那個dashboard的部分把它做出來 裡面的話大概基本上也沒有改太多啦 但是 每一個地方的修改 都具有那個畫龍點睛的效果 有沒有 其實基本上 原來的程式其實就是跑 一樣的動作 就是 它放哪一個位置 然後寬跟高多少 那只是說我把它 增加了一個 就是 如果mol的2 就是除以2之後呢 假設等於1的話 那這個其實 下面這個動作呢 其實是表示什麼 表示是它是跑 13579 就是基數的部分 也就是你可以變12 有沒有 然後這邊34 那當什麼時候呢 要換到下一列 其實就是都偶數的 所以你會發現偶數部分 底下這邊會多一個去數 就是r等於r加1 r等於r加1 意思是r其實是列啦 那預設是第一列 意思是這個是第一列 那r等於r加1就是說 換到下一列 變第二列了 第三列 所以特別注意 我是在這個地方 增加 那表示說呢 它是跑偶數籃的時候 我再讓那個r加1 這個地方特別注意一下 大家概念是這樣 那至於細節 請各位就是 再花一點時間想想看 那其實道理一樣啦 未來如果說啦 我有講過 你甚至可以把它變成3籃 123有沒有 其實道理也差不多 只是說 你可能要 給的那個條件又不一樣了 那其實當然就是 如果能夠被 三整除的再換行 有沒有 1 2 3 3換行 4 5 6 6換行 有沒有 那其實也可以 把這個類似 這個圖表的儀表板 給做出來 OK 那其實我跟各位講過了 這個期末的報告 重點大概就兩個 一個是 爬蟲 OK 那至於爬蟲 那你可以簡單 如果你覺得自己程度 沒那麼好 沒關係 你可以 簡單一點的爬蟲 就第1個階段的 那如果你想要 拿高一點分數 那也許你可以再 寫一點 複雜一點的爬蟲 那第2個就是繪圖啦 繪圖的話 當然你可以畫 單欄的 你也可以畫多欄 只是多欄 難度又更高了 但是其實說真的 也沒有 多增加多少啦 我是覺得 你就是主要是了解 這個邏輯判斷 這個邏輯判斷是我自己想出來的一個方法 基本上我想到 應該是 他是偶數欄的時候 再幫我加1 那就把這個公式做出來 那其他倒也沒改哪什麼地方 就是把寬度本來500變250 然後偶數欄部分 後面可能要加 加250 是讓他 靠右250 去移動 大體上 其他程式基本上都沒改 OK 好那另外一個刪除圖 所以做出來的結果 我們把他全部 一跑出來 他就全部跑出來了 另外再多一個刪圖 大致上是這樣啦 OK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是把那個 就是上一次的東西 再延伸啦 不過難度又有 其實差不多的東西 所以請各位待會看一下 一樣第4個單元裡面的那個 這個 這個製作圖表 這個 那它上面有個製作圖表啦 不過上面這個 直條圖跟圓形圖 差不多 你們也許可以自己練習一下 然後今天也許我們 直接來看這個 就是 這邊另外有一個 有類似的一個 這個範例 那這個範例的話 基本上我們的需求是這樣 我希望 拿那個中央氣象局的 這個 什麼呢 氣候 月平均 那 這個當然你點進來會看到氣溫啦 也就是說 在台灣 不同的地方 他好像有26個側站 從那個什麼呢 淡水 一直到無期 然後從1到 12月份的 這個氣溫 如果我希望啦 類似啊 就是說 把他 這個第1個資料先抓下來 那第2個的話呢就是 再把這個資料 個別繪製 像淡水 1到12月 那我希望呢 幫我繪製成 一個折線圖 也許可以看出那個 溫度的變化 然後呢 安部也是在繪製一個 所以這邊有26個 資料的話 那意思就是說 要 繪製 26個折線圖 OK 那當然呢 做法類似喔 所以我大概把那個 做好的demo給各位看一下 然後類似長這樣 第一步當然你要把資料先抓下來 OK 抓的資料 特別注意啦 只要抓到1到12月就好了 平均那些不用啦 因為我們主要是要繪製 1到12月份的 這個資料 OK 但是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地方倒是比較麻煩一點 為什麼因為這個資料 它保護的 比較多 所以呢如果你用那個 之前的那個大樂透的例子資料來抓 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的話 跟各位講 應該是會失敗 我試過了 因為用之前的方法 你們待會可以試試看 如果把這個網址貼到那個什麼 貼到那個大樂透的那個 範本 你會發現奇怪抓下來 我記得好像抓下來只有抓到1到12月份上 底下資料沒有下來 我試了很多遍 還是不行 所以 如果 今天就是要補充一下 如果 用那個大樂透那個方法 行不通的話 有沒有別的方法 這邊當然補充一下 給各位一個範本 不過 跟各位預告一下 因為這個難度會比較高 所以這個範本 提供給各位 如果 你們想要進一步了解 也許你自己再去 再去弄一下 這個細部的 我又會說明 哪些比較重要的部分 以後如果你要拿這個範本 該怎麼修改 那首先的話 這個地方 當然如果你假設要練習的話 我們先做繪圖部分就好 那至於資料 我看你們先把什麼 這個資料也許用複製貼的好了 因為 現在還沒講到那個 這個 爬蟲 所以請各位 待會第一件事 先把它複製一下 不過我建議複製 你待會複製的話 連氣溫那個一起複製 因為我發現 如果你從這邊複製 它好像會 把1月移到 第一欄 因為這邊好像少一欄 所以我建議你可以先把氣溫到這邊 先一起下載 然後下載完之後的話 再把多的列 把它刪掉 然後你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邊 也許這邊我把它先刪掉 然後我就把這個資料把它貼上 貼上我是建議 你用那個什麼呢 它有一個是保留原來的格式 一個是 應該是只有值 我建議你用這個值 然後呢 並且把平均的部分刪掉 因為我不需要平均 好像還有那個期間的也把它刪掉 只要1到12月份的資料就好了 OK 然後呢 我們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是希望呢 可以 把這個資料呢 再做繪製圖表的部分 所以待會的話 第一步 先把這個資料 先下載下來 OK 然後 第一列不要 這個多的 把它刪掉 我建議你連氣溫一起 不然的話你會 假設說你從1月開始複製 它會把1月變到 A1這邊 那好像格式會亂掉 你們等一下試試看好了 反正主要是把資料下的 來複製貼上下來就可以了 那也可以試試看啦 用大哥說那個範本看看能不能抓得到 理論上應該是抓不到 那繪製完之後呢 如果我希望呢 把1到12月份 的資料呢 繪製淡水就畫一個折線圖 所以這邊的話其實一樣啦 我們這邊可以 淡水一個 有沒有然後安部一個 然後在全部的側站 全部的話就是26個啦 所以底下會有26個圖 有沒有那每個圖呢 我都可以看得出 每個地點的那個側站的資料的變化 那當然呢也可以變化出什麼呢 剛剛這個是 縱向一欄 那寬度也是一樣500 可是呢我希望把它改變一下 改變成左右各1 有沒有類似像我剛剛講的 淡水一個 安部一個 有沒有這樣其實相對的比例會放的 比較可以多一點 那甚至呢我還可以什麼 跨工作表 資料在這邊 畫圖畫在這邊 這個也是上個禮拜提告 跨工作表 有沒有把這個圖畫 甚至你可以畫兩個 畫三個 畫四個 有沒有那不就可以 類似像Dashboard 把資料放在左邊 把 這個繪圖放在右邊 有沒有我這邊多一個 會 製作圖表2嘛 然後繪圖在這邊 所以請各位先試著 先把那個 資料先把它貼下來 OK 我們爬蟲我們後面再講 因為這個爬蟲相對比較麻煩一點點 然後再思考一下 把什麼呢 前面講過的 就是 先做一個吧 那這個 淡水這個怎麼做的 其實也是把那個 聚集錄下來就可以了 主要是改坐標 更改坑 那個寬更高就可以了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